1999年12條 題目是有一個發光體 Illuminate 即是一個發光的R 我們放在鏡頭前面 有一個鏡頭在這裡 現在就說那個圖片遮蓋了一半 如果你遮蓋了一半的話 其實整個圖片都會看到 只是光度就會暗了 所以答案就會是A 其實原因就是 當我們畫圖的時候 你可能會這樣理解 譬如 如果我們畫圖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這樣想 就是我們的光線圖 然後就在這裡畫出來 然後你可能會想 如果譬如上半部被遮蓋了 那圖片就會不見了 但其實不是的 這兩條光線 即是我們在數學上去 或者是數學上去理解 可以怎樣好 要很快知道圖片 但是其實PART SAVER 都做過很多次 就是 如果它是 例如有其他的光線 這樣射進去的話 它一定會經過 圖片的頭 這樣 經過圖片的頭 這樣 經過圖片的頭 這只是我們讀物理的時候 一些限制 但是真正的物理 其實這兩條光線 都能夠形成這個圖片 所以 其實就不會對這個圖片 構成的影響 但是 都是因為沒有這兩條光線 所以 這個就會暗了 答案 就是A